我唱歌给掌声我的时候 我简直是我不相信 37岁的郑欣宜 抑鬱隐身一年半 最新的照片受了一大圈 仍然未能够正常工作 37岁的郑欣宜 再时受抑鬱症困扰 已经低调了一年多 她偶以为私事延伸 但自从去年4月开始 她就无法公开面对大众 在这个之前 郑欣宜曾经为好友 海亭亨的新歌《一场图阁》 出演MV女主角 以及为动画片《声源奇远》 担任粤与配音工作 这两行工作都不需要面对陌生人 或者对她的病情 没有太大的影响 今年2月的时候 有网友拍到郑欣宜回加拿大 为肥姐审殿下授母 当时她忍不住对妈妈流泪 内心似乎有无尽的苦楚 对于自己的病情 郑欣宜从来都没有正面回应 她去年突然暂停所有工作 她的经纪人林珊珊就证实 Joyce确实是生了病 她正在疗伤当中 当时 郑欣宜的好友都呼吁大众 不要过分关注她的病情 给时间和空间她慢慢走出来 想不到 一年半过去 郑欣宜依然处于情书低谷 无法正常工作 去年 郑欣宜曾经对病友郑寿文表示 自己会出席她的演唱会 然而 郑寿文的演唱会已经结束 郑欣宜都没有露面 距离和肥姐审母已经过了七个月 欣宜没有更新的任何动态 她的情况令人担忧 有人说她是因为压力太大 去做外国疗伤 也有人说她是秘密结束分 更加有人说她是因为怀人而忍退 一时间网络上关于她的消息五花百满 真简难扁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有消息爆出 郑欣宜在温哥华延伸了 社交媒体上边流传出来的上纸 她穿着宽松的纱 腹部微微浓起 引发了怀人产子的猜测 消息一出 就好像一粒石头逃入了平静的湖面 瞬间激起千层浪 社交媒体上边 网友的议论纷纷 各种猜测甚囂尘上 有人信 毕竟郑欣宜已经很久都没有公开露面 突然冒出来生儿子的消息 似乎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有人不信 觉得太过离谱 毕竟郑欣宜之前公开表示 自己正是统一骨症抗争 身心都需要调养 怎么可能突然就生了个儿子呢 这则传闻的源头 据说是一家港媒的报导 报导中言之确作地表示 郑欣宜早在今年年初 就已经秘密但下一个儿子 个儿子的父亲 真是一位给他念掌三岁的外国男士 报导还贴心地附上了一张 据称是郑欣宜的任期相 相中的他身穿宽松的衣物 腹部微微浓起 似乎坐实了怀人的传闻 为了增加可信度 爆料者还进一步吐露了 郑欣宜男友的身份资料 据称 这位神秘男友名叫D 是一位经营花店的老板 和郑欣宜相识于一场朋友的聚会 两个人一见钟情 迅速聚入爱河 D温柔体贴 给了郑欣宜极大的安全感 也帮他走出了益不静的阴霾 消息传开之后 郑欣宜的社交帐户评论区 瞬间被网友攻函 大家纷纷留言 询问传闻的真假 并送上祝福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质疑 认为这个只是媒体 为了拨眼求以偏造的假新闻 毕竟 郑欣宜之前从未公开承认过戀情 更没有吐露过任何关于华人生子的计划 面对愈演愈烈的传闻 郑欣宜本人始终保持沉默 她的经纪人真是出面回应称 关于郑小姐的私生活 我们不方便过多地吐露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她目前身体健康 工作一切顺利 你凡无令两可的回应 既无承认 也都无否认 反而是更加激发了外界的猜测 其实 郑欣宜的感情生活一直被傻关注 这个或者痛快的家庭背景不无关系 作为郑小秋和沈殿下的女儿 郑欣宜从小就生活在美光灯之下 一举一动都成为人家差与饭后的谈知 父母的离仪 她在她年幼的心灵上边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 近日 郑欣宜的粉丝在群组公开了一张合影 分享的是 当日傍晚在香港无商场见到欣宜的画面 郑欣宜的最新状态其实不差 她的头发还是去年的金色 没有见到黑色的发根 证明她有坚持保险 并非与世隔绝 如果郑欣宜的情绪病非常严重的话 她根本出不到门口 对任何的东西都没兴趣 更加不要说做新发型了 她的打扮非常鲜严 黑色长裙搭配黄色的外套 还带了不少的配色 和粉丝合影那时 她拨拢了一下自己的长发 网友指出 欣宜并没有放弃偶像包袱 不知道是不是镜头的原因 欣宜看上瘦了一圈 鬆硬的她 皮肤白色细腻 似乎有定期保养 粉丝看到郑欣宜的最新相 都感到安心了不少 纷纷留言鼓励欣宜 希望她能够走出群境 现在看来 郑欣宜的病情不算太差 但是休息了一年半之后 也都没有太大的好转 她还是不可以正常工作 郑欣宜 郑欣宜从小敢医肉食 肥姐在42岁高龄 生了这个宝贝女 自然是为掌上明珠 怎重都不过分 郑欣宜的童年在加拿大度过 父亲郑少秋在婚之后 就没有照顾她 但她在有爱的环境下成长 性格乖巧 一点都不叛逆 因而遗传了父母的演艺基因 她天生有一副好爽脂 在母亲的支持下勇闯娱乐圈 可惜身材肥本 令她惨周霸领 第一次抑鬱症发作 是她担任了受身代言人 性供减了一个自己 迎合大众眼中的审美 但她的精神和身体都被摧残 吊失了幸福和快乐 肥姐癌症病逝之后 郑欣宜继承了母亲的遗产 理论上应该衣食无忧 但她怎么会快乐呢 世界上最爱的人离开座 她再次受到打击 这个时候 父亲郑少秋出手 父女两个迅速修补关系 仁儿原本也都不知道 和父亲怎么相处 后来得逗了前辈的指点 对方提醒她 老一辈的人都很难改变 要年轻的多迁就 仁儿才醒不过来 主动和秋冠交流 过去几年 郑欣宜和郑少秋 冠精华一家都相处得不错 逢年过节 郑欣宜都会去秋冠家吃饭聚会 她和两个妹妹 郑永恩、郑永儿 会一起拍摄合影 发布在社交网 郑欣宜今次抑鬱病发 持续的时间很长 作为父亲的郑少秋 肯定会送上关怀 但是问题是 她的关心 未必是欣宜的良药 港媒指 郑欣宜病发之后 由新男友照顾 还有归宗物友 男造型师贴身陪本 曾经有网友 拍到他们三个 一起现身日本 陪欣宜旅游杀心 事实证明 抑鬱症只能靠自己 任何都提供不了缘助 就算是有好友和男友 欣宜仍然身处低谷 如果秘密生子的传闻是真的 那对于欣宜来说 你个母义是一个巨大的喜顺 也都意味着她的人生 将会翻开 暂身的一页 小朋友的道理 会治愈她内心的伤痛 带给她无限的快乐和希望 我们也都应该尊重 郑欣宜的选择 给她足够的空间和时间 给她自己决定 何时以及以什么方式 公开自己的私生活 毕竟幸福是自己的 冷暖自知 至于真相究竟是怎样 或者只有时间 才可以给出答案 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默默地祝福 这位坚强的女孩 希望她可以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 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